《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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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秦玉的时候 你一定会转化那个男子跟金子 最开始那个 但这个是你对秦玉不着笑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到男子跟金子 就是回到从前 因为你是一个神使嘛 你投胎过来 你跟金子和男子已经融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就现在 先为这下叫金子来子 其实以前修行叫复金母血 因为看着就是点金血嘛 啥也没有 那么你的神使头代的时候 金血现在是就像水跟爷融在一起的 但为什么你会像爷化在水里边 分不清这个 是因为你找父母盈喻的像 要父母交合子像你找了 那么你要让水跟爷分开 你就能卸不着这个像 卸除盈喻的 那些男子男女爱的 这个状态里解脱出来 解脱出来 分回来 你才能看到附近母血 你就知道 你跟这个秦玉是两码死 就是这个秦玉就控不住你了 但是控不住你 你还有生理角色嘛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还没分开 还没分开这个时候 你还 你还在 就是说他虽然不能转你 但是你还有绝受苦 你觉得不快乐 虽然他已经转不了你了 但是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活着也没意思 就是很多人是有情欲 你不觉得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很欢喜吗 就是尤其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也爱你 那个时候人那个气啊 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是充满了光明 就是身体上最快乐的时候 尤其是经常谈恋爱 经常性伴侣的那些 你会慢慢发现 他身边没有一个男人 没有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就一下子就微眠了 就像那个花凋谢了 就是好像这个世界没意义了 你看嘛 他就无聊啊 烦啊 寂寞啊 空虚啊 他就一定再找一个伴 哪怕是男的女的找回来 他就又有一个支柱 就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 情欲已经其实转到他不厉害了 但是呢 他还有苦的觉寿 就是说 他会觉得 一旦没有情欲了 他就觉得无聊 没意思 这个世界灰暗了 就是他就 他是从情欲里面寻找那种光 这个是每个人几乎都有的 只是有的做有的轻一点 因为我们来自于父母这一点 那么 就逐渐地从不早下 然后呢 从这个觉寿里面解脱 这个时候就转附近母续 就这个过程 转的时候对父母会有影响 所以一日得到激血身前还是有道理 因为 那个时候就是父母 还有带着你的血缘的人 还有就是你的跟你很有缘的人 他们会受你影响 就是浮光普照嘛 就是你撑到那一刻 父母 亲戚 朋友 你身边跟你所有有缘的 一下子覆盖 覆盖下去 他还有寿命空 修正就是这一块 其实也是 如果你戒笛 确确实实是真的到位 你只是 时间问题 总会走到那一边 就是在这个过程 是有时候你戒笛迷惑 你就精神走不到了 所以这也是传承里面 有时候其实 白师啊 你们就好多 有些 他要真的能撑到 其实会波及到第一次 是缘嘛 法缘嘛 他有些在法界里面 就波及到了 然后他会 然后你生生世世 就在他的光明里面 对他撑到来说 你已经没有生生世世了 他那个光一照射过去 你已经解破了 其实但是对你来说 你还有生生世世 在他的光明里面 龙转的像嘛 因为他 你会有次第的 就是我们这个说婆世界 是一个三维角度 你现在是 三维角度约绝嘛 要进入佛的境界嘛 那还有其他外星球人 可能人家是 从六维角度 进入佛的境界 跟你是不一样的 那天人的角度不一样 比你大嘛 你现在是从 和有些 和狭隘的这个角度 想约绝 那这个是很困难的嘛 因为你看不起 摸不到 听不到 你很多东西莫名其妙不知道 很多东西在爱区 在忙区 而你能看到的很少 就像我说 阿金 我能看到 假如百分之八十 你只能看百分之三十 那我们直接 差距的百分之五十 只能是我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很多人会说 那老师 你起洗我也可以啊 我起洗 但是你看不到 你就不会生信 你知道 你看不到 你就会觉得 影响不深 就算我提醒了你 但是你看不到 你 就会在你的印记里 留不下很深的印象 如果除非你看到了 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 这个东西放在那里 你看到了 你不用我说 我说你肯定生信不疑 那就是有个 这个 但是你说 看不到 我说 这块有一个 那你 你 老师说的 也许吧 反正有可多东西 我们看不见 你只不过就这个 但是明天你一转身就忘了 你不会在意 这块这个东西发臭的 但是如果是放在这 我跟你说 扔了 不扔你明天这个东西会臭的 你就记住了 如果你回家忘了 你会惦记的 你说 哎呀真的臭了 会招文字的啊 怎么怎么 你就会 你印象很深 那我要是拿走这块 我说这块有个东西 你绝对不会说 它臭就臭了 然后 因为你看不见嘛 我说你你走的时候 清理一下这块 这块会臭的 有个有个臭东西 老师说的也不知道 这看不见 给他擦一下吧 我说 没擦 回去你也不惦记 这不知道 有没有不知道 然后我说你 你也得擦 你不擦呢 将来是个果报啊 臭的 我来了再说吧 因为没看见过来了再说吧 就是阿清清姐说的话 那个过来了 我该受的就受了 因为看不见嘛 我咋查 我查不了啊 我是举个例子啊 然后 我每个人就是 因为角度看得太少 眼睛 耳朵 一而鼻舌生育的局限性 那我从三维角度 进入佛的圆觉 就是很困难的 所以报水成就比较困 比较难 就是说 所以佛成道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地球上成道 以三维角度成道是 觉得很稀罕的 你知道吗 就是能看到圆满的角度啊 能看到宇宙圆满的角度真相啊 就是稀有啊 就是这个人 他能从三维敲出来 看到圆满的角度 你想想这个人是什么样的 他必须先把自己干掉 他才把这个三维干掉啊 他不受三维的牵引 然后回来 然后破了这些自我的局限性 身心的局限性 这个 就是说 本身这个人的就是 就比较罕见伟大 而且他 他怎么可能懂得要这样子做嘛 第一个就很了不起嘛 那肯定有人电话他 或者是告诉他一些什么 因为他是连那个念头都不会这样想的 你知道 他一想就是三维的 他怎么会想看不见的东西呢 应该每一个佛成道 还是有点花团 有些人触动呢 那 圆绝佛就会有春花秋月 生生命命 有境界触动嘛 这个世界的白天晚上 他触动他他去思考 思考 思考 魂思修嘛 可能他没有味道 他思考了 看见了 他思考 自己看不到的或者什么 所以这些 所以他从三维角度正道的时候 他的力量很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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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